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6G 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跟我一样 说5G都还没有很普遍 现在开始聊6G 但现在在台湾 已经在举行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会员大会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整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好 今天请到大帅哥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欢迎一下我们DG Times的 专业分析师 也是研究经理吴博轩 Benson好 主持人好 以及生活理财聪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你好像升官了 没有啦 变经理 之前没有讲而已 真的 我觉得下次到我们节目 应该开个直播你知道吗 让大家看你有多帅 这次听说是没有直播 所以我就赶快出现 避免破坏大家想象 可是我觉得 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行动通讯 其实是很陌生的 但其实我们每天又在接触 然后费勇昨天说跟你采访半个小时 他都快哭出来了 没有 这是我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有趣 就是说这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陌生 但是我们又每天接触他 对没错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需要稍微了解一下 整个生态的变化 因为其实他跟我们 甚至跟国家之间都有息息相关 这样子 好像各国都在拼啊 因为大国才能够制定规格吗 对对对 其实刚刚那个主持人有讲到就是说 关于5G变慢这件事情 那我这件事情我大概前两个礼拜的时候 我刚好碰到就是 我就不讲哪一家 就是四大最大的全球型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那我就问他们说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既然他们是在卖5G电信设备 我就直接问他们最准 我说你会不会觉得到5G的时候 好像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快 那他其实点点头 他跟我讲说 第一个我们知道说就是在手机的部分上面 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 有什么APP是一定需要用到5G网络才能够跑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大家可以理解 我们常常讲的 好像在消费者这边缺乏这个杀手机的应用 所以大家其实是把5G的焦点放在企业用户 那企业用户这边看起来好像 动作也不是非常的积极跟频繁导入这个5G的网络 像是我们讲的什么智慧工厂 或是一些智慧城市等等 这些都5G的一些比较企业端或政府端的应用 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 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 其实在2019年那个时候 不是川普政府在推动所谓中国脱钩的一些政策吗 当他这样一下下去之后 他说他们所有的原本规划的这一些什么智慧工厂 智慧医疗的这些的供应商全部都要更换 因为他不能再有任何有关于就是中国中国 China Best的任何的Bender这个供应商进来 所以他说本来他们在这个2019年5G要商转之前 他们都已经set down好了 就是他已经找了很多的供应商进来 但是呢就突如其来这样子 就打乱他们整个的这个规划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 对于这种大型的设备上 他导入这个供应商的这个流程是非常严谨的 他不是说我今天找了ABC厂商这个要换掉 我明天就可以换DEF厂商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在从决策来讲 就是从国家的政策来讲 它其实会影响到整个通讯时代的这个变化 然后甚至到这个演进的速度 对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个6G的话 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所谓大国博弈之间的 这样子的进和关系 我觉得是可以关注的一个焦点 你这样讲我们就懂了 就是说5G为什么没有普遍的运用 因为我们消费者大概也只有追追剧而已啊 对啊我们没有再出现说他需要更快 对不对 对对对 就他能够跳芭蕾舞就好了 不用去跳那批力舞啊 然后所以他的这个5G的应用并没有很大 那现在有个会议叫3GPP 对在台湾举行 对那这个好像就是联发科中华电信啊 大家都在谈6G了 而且我们投资人却完全不知道 嗯 基本上大家可能对3GPP这个组织 一般可能是有点陌生 因为这个比较偏向是 这个电信领域相关的这个组织 但实际上这个组织是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标准的组织 也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所有的行动通讯的标准 whatever所谓的3G 4G 5G 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组织 他们所制定的这个标准 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所谓3GPP 它其实是几个字组成 就是3G PP 第一个P是partnership 第二个P是project 所以中文来讲叫做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那它事实上成立的时候是在1998年 也就是真正在3G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当时是叫3GPP 并没有说到世纪以后就改成4GPP 或是5GPP 没有 它就是一直延续在3GPP这个名称 那这个组织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全球的 不管包括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等等 他们的这个重要的 包括这个联发科也好 高通什么重要的三星 这些重要的公司都会参与这个组织 共同去制定下一代的 这个通讯的标准 那大家也知道吧 在台湾来讲 就是台湾在国际的标准上面 基本上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主导者 它是一个follow 但是今天3GPP在台湾能够开 这个所谓的工作会议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 尤其对台湾的厂商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对啊 你们开会出来 如果你们定了什么标准 那我们就可以先做啦 对对对 所以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重要 尤其是网通产业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因为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3GPP它有特别 就是会把所谓六级 这样子的未来的标准 要做什么东西 它会做一些讨论 那事实上标准的这个产生 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路 它并不是说一次两次会议 它就可能跑出来 那事实上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基本上它应该是会提出一些 所谓6G未来会需要达到哪些应用 那达到这个应用 大家有了这个共识之后呢 然后才会进到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叫做study item 叫做这个可行性的研究 就是说那我这些应用 比如说我想要做元宇宙 我想要做什么远距医疗手术 之类这样的东西 那我要做这个应用的时候 我的技术能不能达到 这个可行性的技术 要先评估出来 难怪这些台场的大业者 都参加这个盛会 而且期待可以拿到 就是说第一手的讯息 然后拿到领先的地位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DG Times的 资深分析师 也是他们研究经理吴博轩来谈一谈 目前为止费荣都听得懂 听得懂 那他说那就大家都听得懂了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在广告时间 我问博轩一个问题 我就说现在有什么5G ETF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共同基金 我说那到了6G怎么办 要换掉 他说也许有一些不用换掉 但有一些可能会新增 那当然就是看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现在看到6G 6G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这个会议在这边开 那我们会先知道未来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那个装备 设备厂商 就可以先拿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如果说是 大国在制定这种标准的话 还是中美之争吗 基本上其实在通讯领域来讲 尤其在世纪以前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比较局限在通讯领域 就是说通讯领域的人才比较会关心 但是到了5G之后 因为它的牵涉范围越来越广 大家可能会有注意到新闻 就是说我们好像发现说 这个手机可以跟这个卫星之间 可以做这个通讯嘛 就是像上一代这个iPhone 它就已经发表 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用手机 然后发送简讯给这个低轨卫星 然后就可以直接用手机 去跟卫星之间做通讯 但是在这个过去的时候 是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个手机这个通讯的这个天线 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卫星之间 去做沟通的 但是在6G的时候 这个可以做沟通 所以到6G的时候 这样子的应用会越来越广 那所以这代表就是说 以前我们的所谓的基地台 都是建设在这个地面上面 它是未来的所谓B5G 就是5G的后期 或者是说这个6G的时代 我们这个产业开始想说 要把这个基地台放在高空中 甚至到外太空 那这样子它在做所谓联网的时候 才能达到真正所谓的物联网 因为你想我们在大海上 有办法接收到基地台 不行嘛 对 要用什么卫星 对 要用卫星 对 卫星通讯又贵得要死 对 卫星通讯第一个也很贵 第二个就是它也没办法 直接跟你的手机通讯 那不只是在这个大海 或是你可能是在沙漠 你有可能是在高山上面 有很多地方是基地台 地面基地台无法覆盖 那在未来的情况下面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让 这个覆盖的范围极大化 所以一方面来讲 这对于用户来说 都是好处 但另一方面来讲 对于尤其在中国美国之间的竞争 越来越去白日化的时候 大家就会紧张说 这个会不会牵涉到国家安全 前一阵子不是 这个好像说疑似 这个中国的气球飞飞飞飞到 然后美国就很紧张 赶快把它打下来 对 他也不知道说 你在气球上面是不是放了什么 监测的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我们不清楚 那是基本上来讲 未来的基地台会覆盖更广泛 然后网路会更深入 这件事情是可以确认的 那我们看看中国 其实很多人很多人不喜欢中国 可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其实他在那个什么4G 5G 6G的一个 那个领域上专利上的一个变化 其实是我看了你的资料 超乎我的想象 对 就是要稍微打一下预防针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东西 并不带任何的政治立场 我们就纯粹就有产业的发展的变化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在 2G 3G的时候 他其实是标准的followers 他是跟随者 就是说国外做什么标准 我就跟着做什么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3G的后期的时候 其实他开始有一些雄心 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做一个标准的主导者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通讯的专利上面 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个研发 投入这个研发 然后也有做积极的布局 所以我这边有提供一份资料 给这个孕芬姐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4G到6G 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利的比重的变化 其实一直在变化 在4G也就是到2015年的时候 中国跟美国的4G的专利的比重 其实是差异不大 美国还比中国多一些 但是到5G的时候 美国反而落后了 这个也让美国现在非常的紧张 对我觉得看到这数字让我吓一跳 结果美国只有13.9的比重 中国有34% 对因为当然我们必须讲说 专利的数量不代表说 它就一定是专利的质量也很重要 就是说我今天申请了1万件的专利 可能也许比不上1000件很有价值的专利 我们这边单纯就所谓的数量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说 中国这边有很多的厂商积极 因为中国在这个做所谓的进军到5G的时候 他有把它纳入到所谓的这个5年的计划里面 12、5、13、5这些计划 所以他在申请这个专利上面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最后一页的时候 就是这个5G的专利申请业者比重 前十大前十大的这个Top10的5G专利申请的申请人来说 中国相关中系的这个企业申请的比重就占了一半 就有达到5 那第二位是这个高通 然后还有韩国的三星等等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中国政府他们是有意在培养这些企业 积极的申请这些专利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非常有趣 就是说那到6G之后 美国要怎么做应战 对不对 所以因为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3GPP里面也并不是说我专利多 然后我这个就一定可以取得这个未来的主导权 3GPP的决策的方式其实是大家先提出你的提案 然后这个提案大家获得共识之后 那如果大家都有共识那我们就这样做 如果没有共识我们再动用表决 那动用表决的在过往的这个次数并不是非常多 但是在我认为在未来就是进到6G的时候 这个机会可能会变大 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 它在这个争夺6G的标准主导权上面 有越来越去百热化的一个迹象 那必须说3GPP里面成员数量 中国的比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一些 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要看要怎么看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的一个发展 第一个就是说6G标准会不会分裂 对最怕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想要知道说到底标准化出来的没有 对规格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说我到底要选哪边站 对这件事情其实我一开始在想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大胆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很大胆的假设 但是我前一阵子去听这个3GPP 这个美国这个工程师协会的一个技术长在讲的时候 他其实也提出了这件担忧 他也担心说这个地缘政治可能会造成标准再度分裂的问题 那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其实通讯标准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像我们现在用的5G 就是大家都通用的 其实在2G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还有什么PHS 对对对对 那时候还有小灵通 对对对对 那3G的时候其实还有三个标准 4G有两个标准 到5G的时候才第一次变成一个标准 所以到6G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分裂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可是我们都想到就是那个AI的浪潮不都已经要来了 所以5G 6G的应用会更重要 标准化有没有出来 这当然很重要 那未来的展望会是怎样 这大家很想知道 可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听一段新闻 然后我们两点继续回来谈 好 这里是来Radio中的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DG Times的专业分析师 兼研究经理吴博轩 Benson 我们就最喜欢我们听这种朋友 他说这个只要搬个板凳 慢慢听就会听得懂 而且还有很多人说长知识 但有人说那6G开台以后 资费是不是就更贵了 这个电信公司应该会这么打算 我觉得是啊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到底标准化出来的没有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刚刚有稍微提到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个标准的行程 它其实需要一个长期累积 那以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目前大家是各个公司 或者各个标准的组织 他们去提出 他们认为未来6G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哪些应用 那这些应用又可能会在哪些场景 可能发生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是 大家先提出这个愿景的阶段 之后才会进到所谓说 这些技术上面的可行性的评估 那当可行性的评估 通过这个决议之后呢 它才会进到所谓技术标准化的这个阶段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这个阶段的一个演进 所以如果说以现在的3GPP的规划来说 6G真正要释出的这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的话应该会是在2029年 对是有点久 不过我也有稍微问了一下 就是说他们有讲说因为5G现在都还没有成熟 那他们也有讲说 现在也不用那么急的赶快把6G给推出来 因为毕竟5G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你又推出6G对于电信商来说 我投资了这么多的基地台在5G的上面 你现在又推出了6G 那你不是叫我们这些电信商未来要怎么活 你懂意思吧 就是因为这些3GPP很多的成员也是来自于这个电信营运商 那他们当然也会认为说你需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世代差不多间隔差不多10年左右 在2019年其实是5G刚这个南韩刚开台的 这个2019年中旬的时候 大概六七月左右的时候开台 所以你可以预期就是6G差不多也是在2029年的时候会开台 这是开台的一个使用跟运用 不过我觉得现在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使用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AI 比方说AI主播 或者是说很多的银行 他们也想要用这种AI来拦截一些什么诈骗的 那这些是不是要跟通讯做一个结合呢 主持人讲到这个东西确实是没有错 就是说在未来我们讲AIoT的世代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你必须要透过网路来收集到更多的资讯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让这个工厂的效率变得更好 那我希望能够导入这个AI智能的系统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必须在这个工厂的各个部位 比如说机器手背也好 我一直在这个产线上面放很多的感测器 我来收集更多的资讯 然后才有办法去训练这个所谓的智能的AI模型 那如果像以电信的基地台来说 它其实也有在导入到所谓AI的这个应用 比如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说 在这个比较高楼的时候 我们的手机的讯号好像有时候比较弱一点 对对对 那在或是在某些的时候 某些的楼层什么就是不是那么的好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其实这跟天线的角度有关系 那在所谓5G到6G的时候 基地台的天线的数量是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讲的大规模正列天线的发展 那这个时候以前我这2G的时候 可能只有一根天线两根天线 但是我到这个5G6G的时候 它可能是128根256根的天线 这个不可能用人去这个慢慢的去调 因为这个天线又很大之 这样它其实是蛮大的正列天线是很大的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靠AI 这个时候我就要收集很多的资讯 比如说我在新一区的广场那边 人潮很多的时候 它的天线角度应该要怎么做 或是说我在比较户外的公园的时候 我天线角度要怎么调 这个时候就是主持人讲到AI上面应用 我觉得未来好不可思议的一个发展 那台湾现在可以做哪一些的准备 或者是迎接一些订单呢 你是说关于6G 当然现在讲到订单又还太早了 又还太早 这个英特尔它曾经推出了所谓YMAX这个标准 那个YMAX4G的标准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因为台湾跟英特尔跟微软 我们讲Wintel 就是非常的close 所以当它推出这个新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产业界其实很开心 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个新的标准 来参与到更多的网通设备的商期 结果后来没有想到说 就是这个标准最后退出主流 那也让台湾蛮多的厂商 损失 对损失 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前有一家电信医商 叫全国移动 那时候它是YMAX的营运商 最后因为这个标准不是在主流之内 所以它慢慢也就退出了这个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最重要是 台湾厂商必须要 虽然我们不一定是可以 作为一个标准的贡献者 但我们必须要去观察说 这个标准它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的发展 那当你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 你才不会走偏的这个方向 那你就白白的投资 那如果说这个风向球 还没有确定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们现在只能观察就是 它未来的标准会有几个可能性 然后我们这边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设备 升级跟准备 就只能这样啊 对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从未来长期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就算是六级没有 就是分裂变成两个或是多个标准 这个产业链也有可能会分成所谓的 China-based跟Non-China-based的一个生态链 就是刚刚我其实在节目开头的时候 也有讲到就是这个设备大厂 它其实在准备这些供应链的时候 它现在要多准备一个是 For China市场的 以及For Non-China市场的这些的供应商 所以未来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标准 然后两个生态体系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那对于台厂来讲 那你就要开始布局了 是不是要做所谓中国加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布局 就是以前我的很多的电信设备 可能在中国厂制造 未来我可能不能这样做 我要把这个设备卖到美国卖到欧洲去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把我的产线 在可能非中国以外的制造厂区里面 我要多设一个 我需要去做这个风险分摊的这个动作 可是美国还是掐着晶片啊 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你可以发现华为在一直到今天 它还没办法推出5G的这个手机 因为它被掐着这个晶片 台积电没有把供货给它 对 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它不会一直长期的存在 那到6G的时候 我相信以华为这边来讲 它一定会想办法突破这个障碍 对 因为它不会到6G的时候 它还没有办法推出这样的晶片 所以未来会怎么样走 我们也不敢说 为了这个去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 需要说去稍微关注一下说 那这个全球未来在6G的标准的动态上面 它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的发展 我想这个东西对台厂来讲会是比较重要 其实我们以DG台来说 之前有针对台厂做一些调查 我们会说到6G的时候 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大部分的台厂都回答并不是参与6G标准的制定 而是希望政府能够搭桥 借接到各个不同的标准的组织能够让台厂被认识 然后进入到所谓的国际市场 因为过去来讲 有部分台厂它非常依赖中国市场 那目前现在大家也知道 中国市场这边有开始出现一些阻碍 所以台厂对台厂来讲更重要的就是 它要开始走入更多元化的市场的这个策略了 对啊我们就是想当供应商啊 对这也是台湾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啊 对对就是说这个做 如果我们还是做所谓OEM ODN的话 这件事情也确实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 但是台厂目前现在也开始有做一些策略的改变 也就是说他希望可能会做一些软硬整合 做一些平台上面的一些服务了 这个也是数位转型未来必要走的一个方向 其实通讯真的很重要 只不过我们当然只看到晶片而已啊 没有看到电信三雄 可是他最近前阵子出席这个会议啊 汪美花也去了 其实非常重要 对台湾的设备有很重大的一个影响了 那慢慢的我们也一步一步的迎接6G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大帅哥吴博轩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博轩谢谢 谢谢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